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国柱其实还是影帝张震的父亲 而作为影帝的父亲 张国柱可以说是张震在娱乐圈的领路人了 其实张国柱踏入演艺圈时已经30岁 不过大气晚成的他却赶上了好时光 当时电影公司为了对抗二情二灵 启用张国柱和胡慧中出演欢言 他由此以炮而红 也是因为这样张国柱偶尔也会把张震带去片场 而张震的第一次触电 便是在张国柱主演的电影《三角席体》里 他俩的身份就和生活中一样父子 在娱乐圈里 有很多新二代自成父业 凭借着父亲打出的名号 获得了比其他人更多的资源优势 但是有一位新二代 出道时间却只比父亲晚一年 这位神奇的新二代 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影帝张震 而更为神奇的是 他的父亲张国柱和儿子张震相比 张国柱在年轻人中的知名度不高 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 张国柱可是在台湾电影圈中 赫赫有名的人物 而且他还是娱乐圈中的长青树 直到现在还一直活跃在影视剧中 张国柱1948年出生于台湾 在大学读体育系期间 他因外貌出众拍摄过摩托车广告 但是毕业后却没直接进入演艺圈 反而和同学结了婚 又从事了教学工作 直到1979年 30岁出头了才拍摄电影欢颜 进入了娱乐圈 真可谓是大气晚成啊 欢颜这部电影 很多年轻朋友 可能根本没看过 但是那首有名的歌曲 橄榄树 正是出自这部影片 欢颜的故事情节 就是霸道总裁爱上我 张国柱饰演的自然是男主角霸道总裁 女主角是胡慧中 就是后来经常出现在霸王花系列中的景花 同一年他又出演了徐克的影片 蝶变 在片中 他饰演沈家宝宝主 沈青 古装造型也是相当的鹰气逼人 1980年的三角席地中 张国柱带着儿子张震共同出演 那时候的张震只有三岁 这是张震首次踏入娱乐圈 算起来只比父亲晚一年 1981年 张国柱在《爱杀》中 出演了一位由爱生杀的变态杀人犯附著中 演技得到了大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影片的阵容 还有林青霞和秦湘林 而且这部影片在电影史上 非常值得大叔特殊 因为这是第一部 设立了美术指导的影片 但是美术指导的 就是后来带得都非常熟悉的张书平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那精美的服饰就出自她的手笔 虽然起步较晚 但张国柱的演艺事业 却飞速发展着 不仅在台湾 是在香港邵氏影片中 也可以看到她的表演 《唐朝豪放语》中 她饰演欧阳祝剑 并且凭借这部片子 被提名金像奖最佳男配 对张震来说 《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是一部很有里程碑意义的影片 这部影片中 张国柱和张震 也是饰演一对父子 同时出演的 还有张国柱的另一个儿子 张震的哥哥张汉 真的是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张国柱和张震父子俩 同时被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其实张国柱还演了很多 我们相当熟悉的电视剧 只是可能没怎么被注意到罢了 比方说 《包青天》中 她演了身轻如燕的 尊天署卢芳 随着年龄的增长 张国柱更多地 可以饰演男主爸爸的角色了 《旋风小子》中 四毛林志颖的爸爸 《战神》中 陈灵周愚明的爸爸 《野兽之童》中 阿祖吴彦祖的爸爸 《两个爸爸》中 唐祥戏杨一展的爸爸 电视剧《飘檐过海来看你》 饰演唐果果叶青的父亲 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关系 张国柱在很多影视剧中 都只是配角 但演技却不容小觑 《寒战二》中 张国柱饰演大反派蔡元祺 那叫一个霸气 有人管郭富城叫郭天王 张国柱就说 我虽然不是天王 但我是天王老子啊 可见 张爸爸非常以张震为自豪 近年来 张国柱依然活跃在 多部影视剧作品中 在夏天19岁的肖像中 也有出演《半相儒雅》 心理最终 张国柱饰演心理学家乔教授 有媒体问他 如何比较李玉峰和儿子张震演技 张柱的回答是 张震没法比 他太老了 果然是亲爹 深夜食堂中出演莫华 之前演过他女儿的叶青 在剧中 饰演夜店女郎明明 和张国柱 还有一场忘年恋 但除了金马奖金像奖提名 张国柱也只凭借 《白色巨塔》中饰演的 一生内科主任徐大明 获得了当年台湾电视金钟奖 最佳男配角奖 除此之外 似乎也再没什么奖 但张国柱说了 最好的作品是张震 据说张国柱很早就离婚了 后来交往了一个年轻很多的女友 关于他的感情生活 真的是不得而知了 张国柱还出演过很多的偶像剧 比如《战神》 《斗鱼2》 《求婚事务所》 《白色巨塔》 《泡沫之下》 同时当年红透半边天的偶像明星 都跟他合作过 这两年 张国柱不但出演了电视剧 《飘延过海来看你》 还在电影《寒战2》 《喜欢你》里客串 其实说到张国柱 就不得不提他的儿子 很多人说他儿子 要比他有名得多 他的儿子就是著名的演员张震 张震从15岁就出演了首部电影作品 《顾领接少年杀人事件》 第一次演戏就被提名 《第28件》 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男主角奖了 张震一直给人一种硬汉的形象 他出演过多部电影 比如赤壁 《一代宗师》 《绣春刀》等等 2015年 张震还登上了 中央电视台杨年的春节联欢晚会 表演了江山如画 张震的眼神坚毅 鼻梁挺直 声音冷漠又深沉 在电影里的声音 总是能打动人心 他也叫真 武打戏啃下功夫 一朝一世都一丝不苟 所以他的武打戏和古装戏 都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张震有一个了不起的表姨 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余丹 余丹曾说过 听表姐讲过张震小时候的故事 小时候张震经常跟着妈妈去看电影 有一次旁边有一个观众 看电影的时候偷偷地说 怎么明星张国序的老婆这么丑 当时表姐听了暗自伤心 但后来电影散场 两人出来后 张震拉着妈妈的手说 妈妈 我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 余丹每次想起这件往事 都觉得非常温馨 觉得张震以后 能成为一位得意双心的表演家 其实张震还有一个哥哥 也是演员 名字叫张翰 张翰出道的电影和弟弟张震 是同一部 都是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后来出演过电影双童 第36个故事等等 还出演过几部电视剧 但都是配角 由郑元唱的蜜蜂幸运草 还有闫亚伦的死神少女等等 如今张国序已经年近70了 依然活跃在荧幕上 他经常饰演商界的大佬 却是很有大佬的气质 有这么两个帅儿子 简直是人生赢家啊 现在两个儿子都已经结婚了 他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 张国序本身有一段失败的婚姻 所以他希望儿子 能正视自己的婚姻问题 不要把婚姻当做一件随便的事 如今即将上映的电视剧 深夜食堂里 也有他的客串演出 这次将饰演什么样的角色 也是让人备受期待啊 儿子小时以爸爸为荣 而当儿子成长起来后 爸爸却能够骄傲地以儿子为荣 这样的感觉真奇妙 天王老子张国柱 有张震这样的儿子 有子万事足矣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